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结束 那最近 其实盘面上来看的话 目前 台北股市来说的话 现在还是 整个还是走多头趋势 还是多头趋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现在的期货是涨47点 那我们大盘现在是涨54点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盘 我们先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国际 先看一下国际盘 来来看一下 盗琼是上涨了237点 在礼拜五的时候 那他们的S&P500 这个是在创历史新高 虽然是小涨 起没座 但是是创历史新高 S&P500 那盗琼呢 盗琼来看的话 盗琼现在来说的话 他还是持续的往上 往上在推升 那以美股来看的话 当然最近 来看台北股市的话 那可能台北股市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会在一个 像 现在如果要冲过去 我们的17709点的前波高点 历史高点 那接下来的话 那我认为 你如果说让他冲过去的话 他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冲 来冲关呢 当然是要全职股 当然我们根本 我们不希望他直接冲过去 我们不希望他直接冲过去 最好他是在这边 在这里盘整 在这里横向的一个盘整 横向盘整 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会比较有利 因为你冲上去的话 回台积电 买台积电你能够赚多少 价差也不大 当然我们 当然全职股还有连电 我们是有连电 那当然我们 以这一波来看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台北股市 现在持续地往上推升 现在已经来到17564 17564 那其实最近如果有看到期货的话 外资还是 期货的空单还有29000口 他们还是持续地有在做避险 那操作像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可能都没有在做一些避险 那外资他们为什么要在 目前来说持续地往在推 这是多头的一个 多头的排列 但外资还是有 期货空单29000口 那也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台北股市现在的行情 现在是上涨49点 上涨49点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今天现在分类指数 现在运输股现在是上涨4% 那就航运股 T7% 那其他类股就 像钢铁是涨2% 那我们来看一下资金的分配 在航运股现在是有39.5% 点柱37% 电子34% 很明显的还是 整个行情还是在航运股 那现在航运股 说真的啦 他们的整个的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行情都是持续 这是万海 现在已经快要 将近快要300块了 那这是万海 那这一波 其实航运股来说的话 那说真的啦 买这些股票 如果手中有 真的是恭喜你 如果没有怎么办 如果没有 你就不要再进了 你看别人就好了 你就看看别人的 那留给别人的 你不要再跟人家抢了 那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接下来 像现在来布局呢 当然有啊 还有很多股票啊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像这个啊 鸿海啊 鸿海的MIH联盟啊 当然这个鸿海MIH的电动车联盟 这目前来说的话 当然他们还没有开始 还没开始啦 那预计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 可能开始会有 开始会有接单 那你如果说 要等到他们开始有接到单 那你如果单人看有接到单 然后你再来想说 你再来回顾说 到现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再来回顾的时候 这样他又想完啊 又太完了 人家已经涨上去了 人家又涨上去了 那你想不想要来掌握 你想不想要掌握 像这个鸿海的MIH啊 你会觉得说 老师啊 要这个要做什么 电动车现在 这个是未来我们 全球现在来说的话 在2050年以前 有很多像欧洲美国 这些国家 他们都已经是明定 就已经 已经就是 不再生产燃油车了 不再生产燃油车 怎么可能会等到 2050年的时候 才开始电动车 开始活络呢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当然现在就开始啊 那你可以看到 像美国的特斯拉 那最近当然了 最近特斯拉 也是有持续在上涨 当然了 它上涨是有原因的啦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美国现在目前 像 这我在168周刊 在上周五写的 在6月25号写的 那里面我是有写到 有关于像 像是电动车 电动车 其实像在这一波 我们上 我们在看到像6月24号 像拜登 拜登总统啊 他在 他虽然这一次啊 先 他们的一些基础建设 不如预期啊 那现在先拨款 先第一阶段 一兆两 就是一兆两千 两千亿左右 那目前 以现在来看的话 他们在很多地方 他们是要做什么 他们做电动车的充电站 对啊 你鼓励人家 你鼓励人家买电动车 那你没有充电 叫人家开车 开到一半 美国很大 美国 美国很大 你一台电动车 它的 它的续航力 那好一点的 600公里 600公里 差一点的 那是很好的 那是最 那是很好的 如果一般来说的话 大概都300多公里 300多公里 光要穿越一个周 就穿不过去了 很多周可能 像都可能超过 超过一个 都超过300公里 那是多了事 就几乎每周 每周都大概都超过 很多啊 很多周都是超过300公里的 连周都跨不过去 当然这需要什么东西 充电站 这些商机 像 当然了 这是未来 那接下来的话 他们是开始要来做 但是现在 现在你要先布局 你不能等到 人家通通涨上去了 人家通通涨上去了 都起立去了 你才要来说 他们开始 不会说因为 开始要来做的时候 他才会 他才要开始要涨 接到单材要涨 不然啦 都先涨 都先起在头前的 都涨在前面 那现在我们 现在已经开盘 我看一下 已经有8分钟 我们台北股市现在是上涨47点 起于45点 那现在 其实 这个指数来说的话 他没说啦 你也不用太看 过于 不要太在意 那个指数 那指数现在来说的话 在一万 当然在波段的一个 已经在一个波段 这边的一个高档地方 一万七千五百多点 那这指数跳来跳去 那目前来说的话 以大部分来说啦 那传产股来 传产股 很多都已经是拉上去了 已经拉上去了 那你要再来追这些股票 那我相信你 你在追的时候 你买也买不多啦 你买追 你知道风险吗 你知道风险吗 当然我也知道说 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他们的通货膨胀 将近五% 将近五% 那通货膨胀当然会 当然直接你就会想到什么 你就会想到原物料 原物料都是在传产股 很多传产股 那像目前来看啦 那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财政部长叶伦 是有说到是短暂 这是短暂时期啦 就是说 就是今年啦 今年因为他们 那CPI物价指数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有他们的一些 像中股车涨价 没法新车 新车因为没有缺晶片 缺晶片 所以呢 那就涨 大家都往哪边买车 往一些中股车 再造成现在的CPI会这么高 那这是题外话啦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台北股市来看的话 现在其实外资 外资最近 他们是持续的有连续买好几天啦 那这里现在来说的话 你要去追一些传产股 那像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是会操作一些 那类似像一些 这些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概念股啦 这个 虹海的MIH 这些电动车平台啦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你可以看到 WIN11 WIN11 你会觉得说 老师啊 现在还要WIN11而已 WIN11已经即将要开 正式要开始了 那现在如果是update的话 更新啦 你如果更新现在 它可能还是免费 免费 但是问题会出现到什么 出现 你需要什么东西 它需要记忆体 记忆体的低论啦 它的记忆体要加 可能你如果是比较旧一点的电脑 你可能你的记忆体就不够了 招不叮噹 要是干嘛 要加记忆体 加上它的架构比较大 你的硬碟又不够快 你又要换硬碟 你如果传统硬碟的话 可能跑不太动 跑得动了 会卡卡的 你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SSD高速硬碟 这都要换 这要换的话 那WIN11 你如果有换到WIN11的话 你这些就是都要update 这些硬碟啦 有些硬碟就要update 那当然啦 你如果到WIN11的时候 你如果比较旧一点的电脑的话 可能都已经要 说实在啦 要淘汰了啦 有些现在电脑也很熟 也不用够到这样啦 也不用这样子这么省啦 现在电脑很便宜 现在电脑算很便宜啦 那现在呢 这些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啦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看一下 这些股票 它的行情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赴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赴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赴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赴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赴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停水时记得关闭抽水马达 以免空转 除水容器 记得加盖 但不要放窗户三天喔 洗澡加快速度减少用量 妹妹 欢迎囉 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喔 要洗的东西尽量集中一次洗 饮用水记得煮沸 注意卫生 喝多少就装多少 珍惜每一滴水 養成节水习惯 我们一起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先把一些股票稍微掃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我们所说的这个MH 那电动车 我们来看一下 像6121 这个就是新浦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几乎是一个盘整 它一个盘整区域 这是三百多元的 这如果太高的话 就像我之前有说过的 这样康普 那也在创波段新高 还有四季二一 美琴嘛 这些高票 这些 这些是做电池的 他们有拉回的时候 有拉回的时候 那是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你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欢迎你可以来这边留下你的电话 那这是MH 那它主要 电动车主要 当然来说的话就是 他们的电池 大概占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左右 暂时四十大概六十 它的成本 那还有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电动车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线 一些还有很多 那主要 当然我们第一个先把抓主要 它主要的成本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我们所说的 像美国的基础建设 那上周 我有跟大家来说到 像有一档股票 那基础建设 我认为它很有机会的就是这一档 大成钢 大成钢 记不记得 礼拜五 在这 礼拜五的时候 大概是在四十九块左右 四十九块左右 我跟你说四十九块 现在是五十五 现在上涨五 大成钢 我认为 我认为它的基础建设来说的话 它是直接直接收费 怎么说呢 它有子公司在美国 你如果说我们台湾的这些公司 就是这些钢铁股 那我所说是钢铁股 这些公司你要去 能够吃到美国的一些基础建设 那其实都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你光一个进口关税率就有卡 你就不知道被扣多少税金了 你就不知道被扣多少了 当然也也是有一些会 有一些会 会有受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还有什么呢 像还有WIN11 WIN11我上一周 上一周你说什么 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记忆体 那记忆体来说的话就是模组 当然啦 你如果说像华邦店那也是啊 华邦店还有2408的南亚科 也都是啊 做记忆体 但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要找一个 模组 记忆体模组 那股本比较小 记忆体模组 而且加上他们有做什么 高速硬碟 高速硬碟 我们来看 就这两支啊 3260啊 威钢啊 威钢 还有啊 4967啊 石泉啊 这啊 这些都是我之前 我们所操作过的一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 目前来说啦 像已经也创 也创铺断新高了 也创铺断新高 这张股票是我们已经 我们最近来说 我们在这边已经把它给出掉了 那这样50% 50% 还有一个这样40% 那这些股票 你现在你看到 你先不要去追 你不要先 你不能看到 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了 你不能不要去追 那买股票不是用追的 不用了 不要用追的 像我们买股票的话 那当然我们都是率先 事先的布局 那我们布局的一些股票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短线计划 要先抢30% 当然啦 你现在 你说现在我们要做波段 我们来看我们的基础 我们的指数在历史高点 历史高点这几点 不到200点 不到200点 这路要突破的话 它要用全脂股来突破 那其实用全脂股来突破的话 对我们来说 当然没有太大的利益 不说很大的 当然如果 当然我们也有联电 我们也有联电 那联电 那联电 我认为 我认为 它会 它差不多了 它的盘整差不多了 那 会上还是会下 那你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欢迎你可以来这边 留下你的电话 那我带你来操作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也可以留下 你要问的问题 多可以 我很快的会回答你的问题 那台北股市现在 像 这联电来说的话 这 我们投信 它是持续的一直在买 外资是持续的在卖 那最近这几天有在买 这是 外资 外资 操作上 像外资经常都是告诉你什么 都在高档的地方叫你买股票 都是在高档地方叫你买股票 低档的地方叫你买股票 前几天也叫你卖股票 前几天的低档的地方也叫你买股票 那最近来说的话 像这半导体来说 这未来也是一个 未来来说 他们目前 目前来说的话 他们还有涨价潮 还有涨价潮 就是像我这边 这边所写的涨价潮 你再提前布局 你现在都布局 理顺就越来越少 利润就越来越少 已经到这里了 那已经到这边了 那我也不会说 因为说今天联电 联电跌 那我就不来跟你讲 不会啊 我们不会这样子的 不会因为说跌 我们就不来讲 那目前来说的话 当然是 这些半导体 他们还有 还有涨价题材 还有涨价题材 你不要再等到下一波 他们说涨价题材的时候 你才来想说 要买联 要买半导体 也不能说是联电 那如果会涨价题材的时候 不止这一个 会涨价题材 还有包括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就是矽晶元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这些股票 这红框框圈起来 这就是我们选股的范围 做这些股票 当然我们有做哪些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像六四八八 今天也没起来 今天六十五块 来我们看一下位置 加上周五 创历史新高 今天 股票没得每天去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四八三 周美金 那礼拜五的时候 他还创布论新高 还有六一八二 这个核金 这个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留了 这些股票 我在节目上 都一直告诉你 你不要再追 不要追这些股票 你要追的时候 你要在这边 你要在借收场 就要买了 你要在这边 就要开始买了 但在这的时候 你才想到的时候 人家投信这边 已经开始 人家已经开始准备要干嘛 祭底 人家已经要开始 要来做账做到祭底 下个月开始 人家要结账了 结账 什么意思 人家可能会 卖出他们获利的获利 有炭钱想不买 当然是要卖 那这些股票 这是我们的 选股的范围 这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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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股票 还有机会吗 当然也是有机会 这 这 短线计划 先抢30% 先赚先赢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你这些股票 你就不要再追了 你要买一些股票 新的股票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来 我来说我们要换股了 我们已经在换股了 你也不用 就是我们已经在换股了 还有5483中美金 6488 環球金 这你不要再留了 这你不要再追了 我们要换股了 那我们要换股 我们的操作 选股的方向是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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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底部了 没有底部了 锁定 我们还是会锁定什么 高货率高成长低 没有底部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你才不会多 买了多 你才抱得住 你抱得住 你才贪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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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会一直 涨得很高 你买得很担心 买得会很害怕 你会贪得到钱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台北股市 现在是已经有翻黑 那今天的行情来说的话 那要特别注意 当然还有外资 还有空单 还有29000口的期货 还有29000口的期货的空单布局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看我下午的节目 YouTube 我会做一些节目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成都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斗铺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成都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斗铺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8